宁舍生命不变心 解脱成就现今生 华盛顿新闻 2005年10月8日 周六版 位于四川新都的中国著名古刹宝光寺 于9月29日魏云高大法王上师的弟子 王篤川居士举行匹图大典 火化后食得225颗兼固子 王篤川居士夫妇都是大学教授 他们在退休以后 得以拜云高大师为师学习佛法 前程精进 在云高大师离开成都以后 王教授夫妇主动要求留守坛场 在这期间 有一些好心人劝他们回家 也有一些人来恐吓利诱 他们丝毫不为所动 王教授说 随便某些人怎么污蔑诽谤 我只相信事实 虽然我跟随大师只有几年的时间 但是 我所见到的大师是一个善良正直 光明磊落 慈悲大众的至高圣德 大师从来都是把大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宁愿自己受苦受累 也要让众生安宁幸福 大师的开示更是精辟无瑕 将高深的道理寓于浅显的说教当中 所教导我们的全部都是如何实修德行 哪里有一点他们所污蔑的那样 我是一个教授 佛教徒 不打妄语 我更不能违背我的良心 我只会忠诚我的上师 而绝不会做一个欺师灭祖的禽兽 因此 几年来 无论刮风下雨 无论谣言诽谤 无论恐怖威吓 他们始终没有离开坛场一步 直到因为城市建设 房子被推土机推平了 他们才含泪告别了这个地方 几个月前 王教授呈现病相 即使在病中 王教授更加精进修习云高大师传给他的佛法 9月24日 王教授说 上师 我等不到您老人家回来了 我要走了 9月26日下午 王教授毫无半点痛苦 右侧卧面对佛陀像 安详离世 当时 头顶发炫部位发热 刹那间开了顶 成棱形 长约三厘米 宽约两厘米 27日上午 宝光寺火化住持继心法师 魏教授王大军市庄刊时 王教授的手脚关节仍是柔软的 经继心法师考证后 他说 已经成就了 一定会烧出坚固子 29日下午4点半开始转昼 这之前一会儿 天空急洒下甘露 一直到点火后好一阵子 在整个皮图期间 出现许多圣镜 有人看到金色的佛像在微笑 有人看到王教授的腹部献出一尊金身罗汉 还披着僧人的衣服 有的看到佛光 有的则看到日月铜灰 还有不学佛的人也看到文字排列的咒语 当时在场的人还突然听到从远方传来的云高大师唱六字大明咒的声音 与念佛声融为一体 皮图典礼结束后 共识得225颗坚固子 此一大喜讯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他彻底说明了一位三叶相应的佛弟子最终解脱成就了 而相反的 那些欺失灭祖的人又是什么下场呢 杨慧君提供